我們必須為大家有同性的權利 星期六的第55屆金馬獎頒獎典禮 張藝謀在舞台上說 這麼多年輕導演的作品 代表著中國電影的希望 之後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富裕 在拿到最佳紀錄片獎致詞時 情緒激動的說 很希望有一天 我們的國家可以 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 緊接著大陸演員圖門 不甘示弱輪他上台一開口就說 而典禮結束之後 照理說大家應該要一起去洗別酒會 把酒言歡 沒想到中國大陸演員 竟然被下風口令集體缺席 而且同時 中國藝人開始火速轉貼這一張 中國一點都不能少 展現滿滿的愛黨愛國意志 最後隔天凌晨 所有中國電影劇組慶功宴 全部臨時取消 媒體撲空 至於少數沒有取消的記者也被請出來 之後劇組才小心翼翼進入餐廳 而且完全不受訪 謝謝華先生還有高興小姐 因此不能出席 我們記者會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 金馬獎隔天 所有來台灣準備出席活動的藝人 全部被禁止露面 然後一個接一個低調離開台灣 事情發展至此 民眾看法分成兩派 一派認為 在得到金馬獎之後 拍攝社會運動紀錄片的導演 至此時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 完全合情合理 不過另一派則認為 為什麼不能夠政治歸政治 藝術歸藝術歸零 歸零到金馬獎上就專心頒獎 專心領獎一片歌舞生平 不是很好嗎 威歐 這一題恐怕沒有唯一正確答案 但既然金馬獎被譽為華語圈奧斯卡 那我們就來看看奧斯卡本人怎麼說 今天是美國的藝術人 是由電影業界的治療 1973年 飾演教父的馬龍白蘭杜 婉拒了奧斯卡學院 頒給他的最佳男演員獎 並且讓印第安演員 Sachin Littlefeather 代表他上台 於致詞中呼籲好萊塢 停止對印第安人的不公平對待 對印第安人的不公平對待 Vanessa Rutgrave 曾經為電影《The Palestinian》配音 1978年 她與Julia獲頒最佳女配角獎 而致詞時 她痛斥在場外抗議的猶太團體 稱他們為喜安流氓 同時她也批評總統尼克森 還有參議員Joseph McCarthy 我猜到Ding Xiaoping 正在看著這個 跟他的孩子和父母 在中國在中國有一個可憐的 人權的情況 在中國有一個可憐的情況 而不是只要自己的人 也要去予以俄羅斯基爾 1993年 負責頒發藝術指導獎的理查奇爾 在現場直播的典禮上 懇求鄧小平撤出 不屬於西藏的軍隊 並且讓西藏獨立 接著2009年 CN潘以自由大盜 奪下了奧斯卡影帝寶座 我覺得是一場好時 那些人為了 對男性交代表 要坐著想著 想著想著 他們的大負責 和父母的眼睛 如果他們繼續這樣 我們必須為所有的權利 中華民國憲法第11條 保障了人民的言論自由 民國107年11月17號 一位本國的導演 和一位外來演員 在同一個典禮 同一個舞台上 為不同的政治理念倡議 這就是台灣最美的風景 需要檢討的 到底是這些闡述理念的人 還是那一個 無法容忍不同言論 讓闡述理念成為危險行為 並且動輒 將人封殺的勢力呢